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我们很幸运 我们在学佛修行 这个是 不能用想象的 自己修得好 自己修得不好 不能用自己想象 我应该修得不错 我应该修得还挺好的 或者也不必 假装有修行 不懂就不懂 没修就没修 没修不要装有修 不懂就不要硬装懂 这个都对自己没好处 用这样的一字欺也欺人 不懂装懂的人 是不是分分秒秒都在打妄语 你用你的 行貌 用你的表情 你的仪态 在那边打妄语 在那边欺骗众生 修行好不好 不能图具表象 当你觉得自己修行还好 还不错 或自己觉得 自己有什么样的优点 特质的时候 那就是我慢的毒已经起来了 当你有这样觉受的时候 有这样想法 我感觉不错 我挺好 我这方面应该还可以 那其实那就是你的傲慢心 这样子会有什么缺点呢 傲慢等于无知 你傲慢心一起 它一定遮蔽掉很多 你本来应该洞悉 察觉到的地方 你会看到自己的偏差 错误不足 当你有傲慢心的时候 这些你都看不到了 所以真正吃那亏的是你自己 所以你不用去假装自己有修行 去想象自己还不错 还有修 有修没修 要让上师去讲 或者要让同修去讲 或者要让佛菩萨来认定你 自己想的没有用 你自己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常常反观自行 这都有很多的口诀 你比如说以前 我学佛 在学大圣出入门 那法师就教了 入门第一课叫低心下气 低心下气 这心气滴下来 不是假装的 而现在看到人都低心下气 来大家练习一个低心下气的表情 开始 很谦卑的微笑 身体都不会 阿弥陀佛 大家来装一下 你们都看我 都看我表演 你们都不装 你们要装一下 开始 来 开始 低心下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好烂 你们好棒 阿弥陀佛 对不对 这个心气还是很高 装着这样子 心气还是很高 走路 私底下 起心动念 没有用 入门第一课 如果低心下气 你就要练到 把那心气降下来 外表是其次 外表是辅助的 你看我们有的人 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身如烂蝉 嘴如铁钳 身体像一只蝉宝宝 软软烂烂的这样 嘴巴硬得不得了 像铁钳子一样 嘴巴就不认输 身体就是说 认为这个人 没有什么作为 没有什么德能 没有什么能力的 身如烂蝉 嘴硬得不得了 其实他就是个坏脾气 臭硬脾气 如果你学佛 心气没有降下来 他初期你看不出来 真的在修的 一两年 两三年 差不多一年多 两年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你的障碍 你没有办法进步 而跟你一起 发心来学佛的人 他已经一直在亲 一直在心 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承担 一直在发心 一直在协调 一直在配合 一直在共识 当他已经做出了 一片佛形事业 自立利他 也消了大业障 也利益了很多人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生闷气 会这样子 你还在那边 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低心下去 不能装 你要装 你自己对着镜子去装 做一个很谦卑的表情 你每天这样 你会讨厌自己 假天卑 假低心 其实你心里 高傲得不得了 你要看穿自己 是不是 人前人后 你是不是都想 我们那时候读出日门 要观想什么 要想自己 什么都不如别人 自己什么 其实我会很多 我也会煮饭 我也会做木工 我也会花油漆 我也会红法 我也会领证 我也会犯败 我也会法器 我也会演讲 所以我会很多 别人来讲很多 但是你要想 我什么都不会 那当然有人 老是听不懂这种说法 好 那我很简单 上次我 谢谢你教我 我会了 我什么都不会 好 大家再装一下 自己什么都不会 我都不会 我都不会 这我也不会 那也不会 心里高傲得不得了 有什么意义 不是这样 真的就是心谦卑到 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苦都肯吃 我什么都要学习 你来指导我 你来指证我 我真的打心里感恩你 请你继续帮助我 什么都不会 要这样子 不是装那个 软软烂烂的样子 要骗谁 你自己都骗不了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自谦 低心的人 你的学习早不是 现在这样子了 早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 谁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你如果是一个 自谦谦卑的人 你来一天有一天的学习 来两天有两天的承担 那几天 这个人你都不用 不用特别去找他 不用成全他 他什么都学会 这个也学会 那个也学会 他早就整顿好自己了 等上时你来雕琢了